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6日 今天分享美國參議員Hawley 霍利的一篇演講詞 現在就讀一讀 今天我們在安靜的房間裡面很安全地聚集 一定要記住其實在遠方有個城市在掙扎求全 為人權和自由在作戰 可以說是威權中國裡面的一點燭光 也就是香港 香港人的需求迫在眉睫 也到緊急關頭 美國一定要採取行動 我知道因為我去過香港去過街頭 看到那些抗爭者為捍衛基本的人權去遊行 為基本的自由去示威 現在香港正變成一個警察國家 美國是沒有可能獨善其身的 我看到香港人面對著殘暴的警察鎮壓 我於是乎就想起了 在歷史的過程裡面一個城市的命運 取決於一代人的挑戰 50年前那個城市叫做柏林 今天那個叫做香港 現在情況是非常危急 因為香港是邁向一個警察國家的狀況發展著 毫無疑問沒錯 北京想將自己的黑手強加於香港 想令到香港的異見人士全部收聲 北京想壓扁香港 就好像壓扁其他人一樣 想全面控制整個亞太地區 而最終當然是想收編整個國際體系 我們知道美國都會受到牽連 我們對北京的策略太熟悉了 幾十年來 我們見到北京是怎樣對美國的 他們搶我們飯碗 偷我們的技術 剝削美國的中產 他們的目標是擴張 他們的目標是操控 他們的目標是文明世界安定繁明 絕不相容 那就是為什麼 香港今天發生的事是這麼重要 香港人的鬥爭是這麼重要 美國會否容許一個極權的中國極權的北京 去統治香港這個城市 令它沉默然後再對付整個亞太區呢 我們回顧一下香港街頭現在正正發生的事情 時代革命不是香港人發動的 是北京和快女香港政府所祝生的 香港快女行政長官想取消香港人的權利 北京1984年和1997年對香港人承諾的權利 沒有理行到 提出送中的惡法 將香港的居民引渡回大陸 大陸是沒有一個正當的法治程序 基本的自由是不受保障 沒有追索權 這個正正是北京的詭計 不僅影響了香港人 還會影響那裡的居民 包括目前 美國百萬多的僑民 而香港人堅拒惡法 7月12日 即是北京提出引渡條例之後幾天 200萬的香港人上街和平示威 這個城市人口750萬 7月12日200萬人上街 北京所控制的香港政府 拒絕撤回惡法的時候 香港人民拒絕再沉默 幾個月以來長大20個星期 甚至更長久的時間 香港人一直在街頭抗爭 捍衛自己的權利 抵抗不斷升級的鎮壓力量 而香港政府也毫無疑問 是按照北京的指議 禁止示威者和平集會 剝奪他們蒙面的權利 我們要記得中國是個監控國 是會持續地不斷迫害抗爭者 秋後算帳 現在港府簡直是實 撕緊這個消禁 例如關閉地鐵站 令到抗爭者 沒辦法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 暴力增壓抗議活動 發射催淚彈 藍色毒水 毆打示威者 不斷加強鉗制香港 剝奪香港人的權利自由 香港人的要求絕不過份 他們要求北京是答應曾經承諾過的東西 1984年北京政府簽署 國際條約來的 是中英聯合聲明 承諾了香港人九七之後有權集會 和平示威有投票權 有權選自己政府公開發言 有自由的宗教 這些都是香港人尋求維護的權利 而北京今天正正想剝奪這個城市的權利 我們都發現到香港人是有句說話 就是be water 實際上有人說這次抗爭活動是一個流水式的活動 他們的意思就是要靈活多變 因時制義 我自己去過那裏上過街見過他們 跟他們見面交談過 他們的勇氣 面對壓力威武不屈 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對我非常有啟發性 我想對大家都非常有啟發性 香港人熱愛自由 人是要去到貧林室去某些東西的時候 才懂得去珍惜 香港人對自由的熱愛可以說非比尋常 我想分享朱耀明牧師關於民主自由的說法 他說得好 我們為民主而奮鬥 因為民主而爭取自由平等博愛 政治的自由 不單止是對國家忠誠 政治自由體現人的尊嚴 每個在社群生活的人都有獨特的潛力 可以為社會作出獨特的貢獻 這樣才是不同凡響的事 我覺得朱牧師完全正確 而香港人知道這一點 這個就是他們的立場 是他們抗爭的目標 香港人需要我們的支持 他們也應該得到我們的支持 他們也有賴我們的支持 所以參議院這個時候應該採取行動 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沒有時間再辯論 沒有時間再拖延的了 現在我們一定要stand with Hong Kong 向世界發出信號 美國一定要支持愛好自由的民族 堅決抵抗 極權 不允許極權 去壓制鄰國 以致去全世界 因此 參與於這個時候 一定要take action 要進一步行動 有進一步的措施去支援香港人 如果有個人或者商業的實體 是協助極權 去壓制香港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 我呼籲要用這個馬格尼茲基法案去制裁他們 那些在中國開業的公司 例如NBA啊 Nike啊那些 他們是跨國公司和組織 今時今日更加應該站出來顯些骨氣 顯示他們獨立自主的精神 雖然你們是跨國公司各地都有業務 不過你要記住 你們是建基於這個國家 建基於美國 你們是美國組織 應該體現我們美國當日的立國精神 所以就算面對北京的威逼利誘 以13億人的市場去威脅NBA去自我審查 威脅Apple等公司去自我審查 這些公司也應該站出來說 我們不會參與它的打壓 不會成為中共宣傳的一部分 這些公司要謹記 他們真正忠誠的對象 很多年了 我們眼見 很多這樣的公司 他們那些高層 在中國賺盡利潤 很喜歡將美國本土的國家 那些職位 外判給中國 甚至乎配合中國 做這個入口審查制度 現在他們應該做的事 麻煩 對北京站硬說一聲 夠了 我想再說一次 香港的局勢迫在眉睫 香港人 正去美國和世界其他愛好自由的民族 尋求支持 但是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 我也呼籲盟友這樣做 對他們發出信息 就是 由於我們自己的安全繁榮和理想 受到威脅 我們一定要Stand with Hong Kong 最後 我想 引用前總統 約翰昆西亞當司總統說的事 作為結語 無論 哪一個地方 飄揚我們的自由標準 都會有美國的祈禱 美國的祝福 美國的心 今天更加需要有美國的聲音 對於美國的聲音 在中國大陸 美國的聲音 有些人 學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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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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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